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九十九亿闪婚》,豪门总裁夜夜忙 然而下一瞬,某人从厨房里端着一杯牛奶和一杯新鲜果汁走了出来 宋京城看到他手里的东西,露出一脸崇拜的表情 如果可以的话,他真想冲上去亲他一口 这个男人绝对有心理术的本领,知道人想要什么,而且还能立马送过来 宋京城直接伸手去接他手里那杯果汁,看上去很漂亮,不知道是什么果汁,肯定很好喝 但是季正廷先一步将牛奶给他 嗯?你喝热的? 热的就热的吧,这个时候有点喝的就很满足了 宋京城接过来就喝了一口 却见季正廷只是浅浅抿了一口果汁,然后才开始动餐 宋京城一边吃着,一边惦记着他那杯饮料 喝的什么果汁呢,颜色红红的淡淡的,看上去不大好看,而且还很好喝的样子 最后,宋京城还是没忍住,好奇地问他 啊,你那什么果汁啊? 你猜 猜到了,你就给我喝一口 他像个小孩一样,谈着可笑的条件 季正廷看他一眼,然后微微地点头 樱桃汁 宋京城猜出来的时候就后悔了 樱桃那么小,而且还有盒 应该榨不出果汁来,而且,樱桃应该比这个果汁要红 继续 他淡淡地给他两个字,优雅地切着盘子里的美食 西瓜 碰得可以,西瓜汁都不认识 宋京城盯着那杯果汁,仔细想了一下 什么水果,是这种淡淡的红色呢 啊,西幼 这一回,他猜得很有信心 西幼榨出来,就是这个颜色 他以前给妹妹榨过 季正廷依旧不语 端起果汁喝了起来 看上去是打算喝完 宋京城立马站起来摁住他手中的杯子 生怕他喝完 啊,喂,被我猜到了就想毁灭证据 不认证是不是 这人太不熟信用了 说好被他猜到就给他喝的 这会儿居然想私自毒吞了 太过分了 你已经没有机会了 可是我猜对了 宋京城敢肯定自己是猜对了 忽然的话 季正廷干嘛要急着把果汁喝完 我没说你猜对了 那你干嘛要一口气把果汁喝完 我渴 不行,我要证实一下 我到底有没有猜对 你别想糊弄我 宋京城抢过他手中的果汁 不由分说地就喝了一口 醋梅 好像确实不是稀有汁的味道 稀有汁有点微苦 而这个不苦 反而有点清甜的口感 他记忆中 好像对这个口味挺熟悉的 却又想不起来是什么水果 我刚吐口水进去了 季正廷开口 宋京城双眸瞪大 一脸嫌弃的想吐 季正廷却是一脸若无其事地扬了扬唇 继续自己美味的早餐 你,你无耻 宋京城气冲冲地起身去了卫生间 几次漱口之后 他才从卫生间里出来 看着桌上吃了一半的美味 一点胃口都找不到了 我要回家 宋京城心里窝着气 加上昨晚的事情 让他还是很不放心 没有回去来的安全 看来你还是习惯跟我睡在一起 季正廷吃了一半的早餐也放下了 抽了纸巾擦了擦嘴角 即便是说出这话的时候 也依旧是淡定自如 季先生 麻烦你别自作多情 在家里跟你一起睡 那只是出于迫不得已 睡一起 不是一起睡 宋京城一愣 不都差不多吗 反正就是睡一张床 需要我解释给你听 季正廷眼底的眸色转身 宋京城看他一眼 被他那忧生的眸色惊到了 眼神飘了飘 不 不用了 不过 麻烦季先生以后 能保持一贯的绅士风度 昨晚那样的事 我希望以后 不要再发生了 昨晚怎样的事 他还敢提昨晚的事 宋京城本来是不想说出来 弄得大家都尴尬的 可既然他这么认真 而且一点知错的意识都没有 那就别怪他不给他面子 昨晚你那个时候敲我房门 又牙眼要踹门是什么意思啊 虽然我跟你现在是名义上的夫妻 但是你心里应该非常清楚 我们只是气婚 气婚你明白是什么意思吗 季正廷脸色陡沉 不想听下去了 提步就走 宋京城轻恼 觉得自己说了半天 是在对牛弹琴 他又跟上去 堵在季正廷面前 继续说 气婚就是指两个人之间没有关系 没有感情 以后也不会有任何情 突如其来的吻 让宋京城脑袋陷入一片空白 季正廷呼吸微重 纯属是因为被他的话给惹怒到了 吻着他的唇 不由分说地加重 加深 耳边总是不断地徘徊着 他口中的那些话 跟他没有关系 没有感情 将来也不会有牵绊 他就那么想跟自己撇开关系 那么迫不及待地想要逃离自己身边 可是 宋京城给他的感觉 明明就不是这样的 他为什么不能勇敢一次 勇敢地面对自己内心的感情呢 季正廷一直在给宋京城机会 也一直在等待着他遇到困难或不开心的时候 能主动向自己请求帮助或倾诉自己的心事 即便是没有等到 季正廷依旧会默默地帮他处理好 也依旧会坚持这样的等待 等到他愿意与自己分享他的一切 不管让他等多久都可以 但季正廷不能听到 宋京城口中那些 想跟自己迫不及待撇清关系的话 那是他心底埋下的炸药包 一旦爆发 便一发不可收拾 季正廷的吻越吻越重 渐渐地变成了啃咬 宋京城从来没有承受过 这样陌生的痛和羞辱 鼻尖一酸 眼泪便滚了出来 直到尝到那股咸色的味道 季正廷争冲了一瞬 停在他唇般地吻 缓缓松开 宋京城感觉到那股痛抽离 他用尽所有力气 将季正廷一把推开 仰手一个巴掌狠狠地落了下去 季正廷的脸侧向一边 眉头紧紧拧着 伶俐的五官几乎要滴出水来 宋京城呼吸急促 双眸通活地盯着面前 这个羞辱自己的男人 他一分一秒都不想待在这里 不想看到他 宋京城一头冲进房间里 以最快的速度换好衣服 拿着包 恨不得立马消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